《貸壁招式》 《貸壁招式》 好,現在因為 因為這個是指定我要來指定槍手嘛 那所以我現在要命令他呢 來為這位45歲的先生 表演國劇 然後給他唱槍喔 還要翻跟斗 下去吧 你會跑我兩個人 這樣可以嗎 連續翻了,連續翻 翻跟斗,你不能停在那邊啊 他這樣會受傷,不會嗎? 他腿很好,他沒問題 可是地板會痛就是 我們要唱一下啊 飛鑫子三響 飛鑫子三響,好啦,飛鑫子三響啦 快點,快點 厲害 他好笑,像猴子 剛才我有請他翻跟斗,他有請他唱歌 但他現在只有翻跟斗,也沒有唱歌 那你同意嗎?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你要他繼續唱歌的話 請走到佛,給我們看好嗎? 謝謝 那如果你覺得他這樣已經夠了,你就走到市 那不然的話,你就走到佛 這不是我講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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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唱,不行,他要求你要唱啊 他說你不能做官 老伯 對啊,老伯 新生國劇喔 對啊,快點唱一下,快點 對,我唱國劇中的空腿是諸葛亮一段 好 我本是波龍港 散 淡那的人 öffuz 請問 請問!給他幾個? 請問給他幾個燈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三個燈 現在排… 三個燈過了,四個燈 四個燈,四個燈,四個燈 啊 啊 五燈獎 啊 五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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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前是有看過五燈獎 耶 五燈獎 好 那現在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在這車上所有靈界的朋友 以及外面的靈界的朋友在看我們表演的 你們對於我們今天的表演還滿意嗎 如果滿意的話請走到試好嗎 那我們今天想要知道 這個靈驗公車它上面到底搭載了多少靈界的朋友呢 請給我們數字顯示好嗎 超載的 等一下等一下 這多少 五 五十幾呢 是五 五位嗎還是五十幾位 請問我們第二個數字 他可能還需要花點時間算嗎 五十八位 所以今天我們的靈驗公車是超載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靈界的朋友 你們希望以後這個服務能夠繼續下去嗎 如果 這個 蛤 不能不能問 我問這個 他叫我房子 不是啊 不是我們啊 我們只是反應給那個好了 不要問 不要問 他說要 他說是吧 對不起 他被我問他也說是 要請各位靈界的朋友 都 我們現在到最後一站冷水坑去 那也請各位就是 如果想要離開的話就可以自行離開 因為我們這個公車就要回去了 那現在我們就要請您回本位 那也謝謝各位靈界的朋友 今天對我們的這個觀賞愛護還有支持 在到達冷水坑中站後 外界小組也以禁煙 焚香 念經等方式 送走靈界的朋友 而在下山的路途中 更特別的車上掛了一面風馬旗 標示陰陽分界 同時 阻隔靈界的朋友 繼續跟車下山 每個可見 跟靈界的朋友也有在看五燈獎 所以他們做裁判的手法都一樣 你看四個燈四個燈四個燈五個燈 他還慢慢的 那個盤子還慢慢在那邊抖抖抖 對這個是從一樣慢慢這樣 到第四時候還稍微有點猶豫 然後到第五燈的時候 每個人都歡呼好開心 那可見我們節目 他們一定都在看 我是覺得有一個太離譜了吧 我剛剛看到鏡頭裡面 左手邊 在沈榮對面那邊 那個是公車司機 那個男生是公車司機 他本來都不相信 說怎麼可能疊心 怎麼可能錢出來 所以他自己最後下來說 我也要玩 我也要玩 他自己下來玩 所以他才知道說 原來他沒事在那邊 現在在公車處你們已經紅了 因為那個司機會擴大 去說 我告訴你你在山上 還沒要整理 我好玩 我好戲 我不想得這樣 老師其實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講 因為我很擔心說 有時候一些青少年朋友 可能也會綁在我們的方法 找到一個什麼 墳場或夜晚到山上去 拿到碟子 開始就自己玩起來了 基本上事情 比較不可以這樣子做 因為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的話 有時候你請的靈 很難想說 它是不是很善良的靈 有時候我們招來的靈 如果並不是很善良的話 有時候你請不再回去 那將來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後續的問題會對手 對 一天你不是說你有個同學 國中同學 他就會起來弄不走了 對啊 以前我們國中的時候 就是很流行玩那個前仙 就大家吃飯的時候 我們所有時間都是在玩那個 那我幫我四個同學特愛玩 他們大概玩了一個月 之前都是一開始就是玩說 問什麼哪個男生啊 喜不喜歡誰啊這樣子問 後來有一天是問到說 你是女生還男生你幾歲 問到這個前仙本人了 然後因為那時候你午休 我是風紀部長 我非常盡責 所以我就決定要把它記名字 所以一定要睡覺 結果 所以他們還沒玩完 就已經離開 就是就把它收起來這樣子 結果後來中午的時候 我就看 就是大家都趴下去睡覺的時候 就其中有一個在玩的同學 他就一直在那邊搖桌子 他就一直在那邊搖一搖 然後我就覺得他在鬧我 我說你在這樣我一定要記名 我報告的是 他一直繼續搖 後來我走到旁邊 他越搖越大力 他就一直搖到 空空空空空 然後整個就往後倒 因為他做作業牌非常高 然後整個倒在地上 然後全班就醒來 大家都看到到底在幹嘛這樣子 我一直以為他在裝模作樣 因為他跟我們班上成績不是很好 然後我想說他是壞學生 所以他就是要鬧我 可是他沒有 他就一直抖 然後在地上也是一直抖 一直抖一直抖 然後一抽搐全身是縮在一起的 然後我一直不相信 我一直到他口吐白沫的時候 我才覺得怪怪的 怎麼會這樣 那是不是那個楊顛鎮 對 我也想說是好像楊顛鋒還是什麼 結果我剛剛去找老師 老師過來看 他就整個一直大叫 可是他叫的聲音跟他本人的聲音不一樣 他是那種尖尖又鼻音的聲音 可是他叫出來的聲音是滴滴的 就是這種聲音 然後後來說 就講出有骨頭 就講出有骨頭 講這兩件事情 然後結果我們就通知他媽媽來 就說他把這件事什麼都沒有用 他就是一直這樣一直抖 然後一直叫骨頭跟 這兩件事 結果後來他媽媽把他接回家之後 就是大家去看醫生什麼都沒有用 那你們松山那邊很多那種小廟 後來他就乾脆住在那個廟裡面 然後法師好像幫他做一些做法怎麼樣 後來才曉得說 原來是我們教室旁邊是中庭 現在已經蓋成那個活動中心了 以前是一個中庭 中庭的大樹下面有骨頭 沒有剪乾淨 那這件事情鬧了全校 那他們請來的田徑就是那個骨頭的 對 對 所以鬧了全校之後 就訓導主任 校長每個人都到我們班上說 千萬不能把這件事情說出去 然後就說是他生病感冒 所以沒有辦法來上課 一個禮拜 後來事情嚴重到他已經 因為真的不行了 法師就直接到我們學校 去挖那個地方 後來挖出來真的有骨頭 對 就真的有骨頭 還好你沒有收視器 他就好了嗎 對 挖出來然後大家來拜 校長 訓導主任 所有人都來拜 拜完之後就好了 配身都好 那叫他不要收視器 才電視獎 對啊 更多人知道 對 因為事隔多年 我想應該沒關係啦 對不起 老闆娘 你覺得我聽過這個別聲的 錢聲的 你以前生什麼 十塊錢 我以前在做生意就這樣用 那算過了 沒有 在我以前做生意 以前是日本式的 類似推車 在前面有個那個板凳 竹子做的 殺傷沒完 就問說 正反面嘛 今天生意會不會好 像寶貝這樣判嗎 對 就一面是十塊錢的 一面是那個人頭 那要做什麼 對 你如果反正跟伯伯今天 一說好就好 一說不好 今天差不多沒什麼錢 比較是 一樣生意很好 可是欠帳比較多 那老闆娘我們來聽聽看 你為我們帶來的靈異故事 我姐姐是六歲結婚 十七歲的時候 難產 就是 她撲撲把她送到駐產室那裡 就丟著不放 通知我媽媽去照顧 我媽媽說 怎麼怪怪的 眼睛都看不見 我媽媽說這種情景不好 趕快叫三人車 送到埔理基督教醫院 去的時候 那個美國醫生就說 已經來不及了 你是要先孩子給他出來 再過驗 驗氣還是什麼 我媽說應該好 出來的時候 小孩子 結身出來的時候 我姐姐已經 也去了 那就 馬上就送回他們婆家 送回婆家的時候 好像 沒有兩天就 入戀 我姐姐都不甘心 我大姐都不甘心 就在入戀的時候 故意把她的衣服拉出來 就在棺材外面 通過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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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一點點 就是 故意這樣卡卡卡 說 誰對你不好 你就來找他 這是你們那裡 還是你們那裡 我不知道 我姐姐都這樣說 我姐姐都說 就是入戀的時候 好像沒有一個禮拜 就下午 頭七的時候 我爸爸很貼紙嘛 就是說 怎麼可能 有什麼那個 頭子 會回來了 這樣 我爸在拖牛車的 開車子 我爸就拿兩張 超車子 住在車子裡面 就坐在那裡 好 我再看你 結果他還說 快十二點的時候 先一陣臭水味 我媽媽 她們會聽你說公道話的 阿雯 我知道 魚風的母親張媽媽 委託天王小組以牵王魂的方式引渡魚風的王魂 而在魚風臨位的面前 張媽媽的痛苦失聲 竟然引發了一段磁場干擾的瓜帶現象 待會兒 天王會會至樓蘭公主 將為您揭開魚風王魂呼應母親呼喚的靈異暗示